继续阴格会华东提供大家 为玩具总动员严严专举了 皮克斯每一次推出的动画作品 终是行为静电制作 在一部静电的动画配合 竟是其中的灵魂 皮克斯跟向阴格会 将来在秋季在都来台 带来最新的曲目《怪兽大学》 18号将来在大拿吉兴 今年为他的一场阴格会 今年皮克斯动画交响音乐会 在台南冰冬演出的信号 是有很多小孩相当欢喜和欢迎 等人没有一首出的动画 就算更多外婆的小孩 也同样很专心的聆听和观看 自己关注中国观 今年到台南 关上就演出之后 本决定要将精彩音乐会担到自己 中国观表示 音乐会的科目性是相当的观 这个机会让我本没实在到古典月亮 透过动画可以了解古典月 最要尽力到古典月的世界 老少咸宜 非常适合全家去看的一个 动漫音乐会的一个交响乐的音乐会 那我们这次节目里面 还是特地请了现场 来了一个100位的交响乐团 国立台湾交响乐团 100位的交响乐团 来做跟动画做一个现场的一个音乐会 这种会让你觉得交响乐不是那么遥远 那么缠闷 而是说跟我们非常的贴近 但是在技术上 对这个指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动漫的速度跟人不一样 它是跟着这个机器在动 所以你要抓得非常节拍 要抓得非常紧 所以这一次难得的一个经验 我们放在大龄的运动公园 也欢迎所有嘉义线的 小朋友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 出品隔壁 大家稍微来大人运动公园 10月18号晚上7点钟 你应该开中由新加普及的机会 单空明顺利的国立的台湾交响乐团 来演出 当中采用各科技系统 并解释到五边的超大阶段 为配合到演出 各团中有爵士乐航电子乐器的奔队 中限到更加密的匹克斯 交响盛宴 10月后在大约运动公园来演出 采出到本会主要的电影 晚上6点开放日子 7点正式开演 专业本台是90分钟 谢谢我们中待行 加给观彩虹不得